五磊真诚地带着一颗成熟的心 一点点关于赵露丝的暗示 这是一个成长中充满活力的五磊 他早早地告别了青春 却从未失去青春的目光 青春的成熟注定要乘风破浪 不过在云端慢走并不一定会让你飘起来 相反你可以慢慢稳稳地走 还记得这个童星吗 这个顽皮的孩子三岁出道 五岁开始演戏 现在已经进入情节剧时代 最近一次是和迪丽热巴迪利姆拉提 最后一次是在美丽的星汉灿烂电影中和赵露丝一起 虽然吴磊是一位有着17年从业经验的资深演员 很快就跨入了演员的门槛 但近年来他也越来越成熟了 吴磊今天的每一块拼图都是迈向未来的坚实一步 吴磊的成长过程是娱乐业的访车 三岁开始拍广告 五岁被称为广告王子 那时候的吴磊还是有点胖的 可爱又胖乎乎的 从路导到张嘉尼 遇到他的人都想捏捏他的脸 从五岁开始 他就进入了演艺和电影的道路 他的作品伴随着一个不间断的成长过程 还记得电影中顽皮的胖子吗 吴磊从小就警觉 在数百名前来试镜的童星中脱颖而出 立即被导演选中出演这个角色 接下来是电影淘气的马乔乔中的男孩 马乔乔无来是一个俏皮 聪明 知性的男孩 在这部100集的真人儿童剧中 吴磊的台词担任主角 特别是 吴磊还凭借一部儿童电影获得了奖 另外 电影《狼牙榜》中 少年毗鲁天真可爱 武功却很高 可以说 少年吴磊在电影中 向观众展示了 另一个世界的成长过程 更令人瞩目的是 吴磊在张艺谋指导的 电影《神功》中饰演将军杨平时 摆脱了大众印象中的幼稚 成为了战场上的英雄派 此时 观众才意识到 男孩已经长大了 原因在于 他笔下的人物 无论喜怒哀乐 都栩栩如生 令人难以忘怀 正如刘嘉玲曾经说过的 吴磊和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还有哪里 资深演员兼导演吴永光说 他已经为角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这不是一个老演员呢 张艺谋导演评价 他一个人完成了整个场景 最后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光明的未来 而且根据何嘉的评价 他说他对吴磊的第一印象是 这家伙很帅很聪明 男孩长大 这种成熟感是很多娱乐圈资深演员在吴磊身上看到的能量 吴磊从小就很清楚演戏 但进入演艺道路后 又如何能按照人们的期待走得更远 成为心中的天才演员呢 而这对于还是个孩子的吴磊来说是一个挑战 演员需要通过 所以吴磊就像是逐渐燃烧的火花 这种成熟感来自于他开朗积极的性格 与他的真诚和希望相得一张 成年后的吴磊 从少年的可爱到成年的帅气 不仅没有失败 相反 他的容貌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练的变得精致而有救 在此之前 电影张家荣中 有一些吴磊全身的特写镜头 从胸肌腹肌到手臂肌肉 就连那双眼睛 也是深邃的 纯净的 情感的 真诚的 在脸上添加强烈的阳刚线条 营造可信感 此前 吴磊在沙滩上拍了一组落日照 一边看落日 一边镜头转向这位充满青春气息的22岁男子 让落日充满希望 照片中 他有着坚定的梦想 年轻却顽强 这让人觉得 如果你之前只把吴磊当成童星 你就低估了这个演员 也低估了青春 经历了十几岁的旅行后 吴磊成熟了 是时候出演更多大片的电影了 真诚而严肃 除了成熟感和青春感 吴磊还有一个 更让人敬佩的地方 就是演技中的感性感 能量比例更强 更直接 重要的是要注意 说白了就是给每个角色 一个不变的 不会变的的成人气场 吴磊这两年的演技 是其他任何角色都难以复制的 他永远成熟 永远前行 到达观众没有想到的地方 比如电影 平常平行就让大家都说少年已经是成年人了 吴磊甚至将原著中的这个角色刻画成凶猛凶猛凶猛 这些特质似乎是吴磊所生 眼神动作表情 面部表情 风格 都清晰在线 对于每个角色 吴磊都将自己置身于角色之中 充满了他能理解的所有真实情感 毕竟 这种进化基于什么 我的角色是基于一个顽固的演员 一个真正的演员总是需要发现自己 敞开心扉 为他的角色注入灵魂和活力 吴磊说 在近期热播的精彩剧丁寒中 吴磊饰演狼步一一角 当被问及他是否彻底研究了角色的一些细节时 他回应了采访 吴磊透露 他用阅读原著小说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理解思路 同时更完整的解读故事 为场景增添更多台词 经理 此外 短片吴磊挨单手握赵露丝的出现后 也让网友们兴奋不已 此前 吴磊曾分享过因为忙于拍戏 所以增加了健美运动 经常去健身房 对于这个问题 吴磊给出了回应 我只有成年男子的正常力量 并透露赵露丝很轻 只需要一只手扶着他就可以起来